在充满戏剧性的转折当中 美国众议院是决定了 不再对TikTok的无限滚动说 One more time了 而是通过了一项 可能将这个广受年轻人喜爱的社交平台 送出美国的法案 这项法案呢 是要求TikTok的中国母公司 也就是字节跳动 要么你就打包这个虚拟的行囊 要么你就在六个月之内 是找到这个新的美国富爸爸 看似这一场国会版的 《权力的游戏》的最新剧集当中 各方的担忧 不仅仅是涉及了国家的安全 还有数据隐私 还有可能是引发了美中外交的闹剧 尽管法案是面临了各方的抗议还有挑战 不过这一切也都凸显了 数字时代 社交媒体平台真的能够成为 国际政治的一颗棋子 而字节跳动 是否真的可以成功秀出 所谓其神奇的宝贝 也就是它的TikTok 还是会有一位金法闭眼的 白马骑士来出现进行收购 这一幕五幕都令人非常地摩拳擦掌 可以期待着结局的揭晓 美国众议院是通过了一项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 这个法案可能会导致TikTok 在全美的范围当中被禁 这个法案将会给予社交媒体 巨头TikTok的中国母公司 也就是Bite Dance 六个月的时间出售其控股权 否则这个应用程式将会在美国被封杀 虽然这个法案在两党是压倒性的 投票当中通过了 不过它的这个法案是需要参议院 而且还要由总统签署之后 才能够成为法律 您觉得这个拜登老爷爷他会怎么做呢 TikTok是属于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所有的 这个公司成立于2012年 这家总部是位于中国北京的公司 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 并且是在欧洲还有美国都设有办事处 如果这个法案能够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话 其实拜登总统已经承诺了 一旦是法案送达他的办公桌 他就会立刻签署 这中间也有可能会引发与中国的外交争端 而字节跳动也不得不寻求中国的官员 来批准完成被迫的封杀 而北京则是誓言到底要反抗 抗争到底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就表示了 美国此举绝对会自食其国 It will come back and buy itself 共和党威斯康星州的议员 Mike Oliver是法案的共同作者之一 他表示美国不能够冒险让一个向中国共产党效忠的公司 控制或是拥有主导新闻平台在美国的运营 所有在中国注册的公司 因为受到了中国国家安全法的约束 要求所有的中国公司在申请时 就必须要与中国政府共享所有数据 而TikTok也试图向美国监管机构保证它已经采取的措施 确保其在美国的1.5亿用户的数据并不会被泄露 TikTok的首席执行官周壽兹则表示 公司是致力于保持数据安全还有平台免受外部操纵的 他也警告表示如果法案通过的话 这就意味着TikTok在美国被禁了 这将会给少数其他社交媒体公司更多的权利 并且使得成千上万的美国工作岗位面临风险 华尔街日报在1月份就进行的调查 揭示了TikTok在美国与其母公司字节跳动 在中国之间数据共享所存在的漏洞 尽管有数据做了隔离的措施 不过数据的传输仍然不严密 其中有一件事情是特别加深了公众的担忧 直接跳动了一名中国员工 为了追踪其源头 非官方地访问了一个记者的个人数据资料 这个事件不仅仅揭示了TikTok对数据保护的缺陷 同时也引发了对于个人隐私安全 还有数据使用透明度的广泛关注 而在众议院投票之前发言的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Hacking Jeffries 欢迎这个法案 他表示将会减少TikTok用户数据被敌对外国势力利用 以及其隐私被破坏的可能性 而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Chuck Schumer则是表示 参议院现在将会审议这项立法 这项立法会在国会上院的前景虽然还不太明朗 不过乔治亚洲的共和党议员Majori Tyler Green在社交媒体上面则是写道 这个法案可能会让国会通过声称保护美国数据免受到外国对手的侵害 Marco Rubio他们表示有决心引导该法案通过参议院 在一份共同声明当中 两方是表达了他们对于TikTok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深感关切 他们指出TikTok作为了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平台 不仅仅是能够深刻的影响还有分化民众 而且其母公司字节跳动依法必须要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指令 但凭这一点就已经增加了对TikTok可能会被用来作为影响公众讯息的担忧了 而在收到了众议院的决议之后 TikTok似乎是希望推动其用户来游说国会 TikTok是发送通知给他们的用户们 敦促这些用户们要联系各地区的代表 不过这个动作也导致了国会的办公室电话是叮叮叮叮叮叮不停 有一些工作人员甚至是告诉了BBC这一个举措反而是加剧了TikTok被禁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是表示 尽管美国从来没有发现过TikTok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证据 不过美国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TikTok的压制 这种在公平竞争当中无法取胜的霸凌行为是扰乱了公司的正常商业活动 也损害了国际投资者对于投资环境的信心 同时也破坏了正常的国际经济还有贸易的置居 不过白宫的发言人则是坚称这个法案仅止在确保在美国运营的主要技术平台的所有权 不会掌控在那些可以利用他们的手当中 而即使字节跳动确实是获得了出售其在TikTok当中股份的批准 也不清楚其竞争对手到底是不是有这个资金来发起竞标 TikTok此前的估值应用程式为2680亿元 这个价格可能会吓跑一些投资者吧 不过有分析师告诉BBC表示美国将会有很多潜在买家 对此是感兴趣的 最终是不是真的能够达成什么样的交易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咯 而当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曾经下令过出售的那个时候 美国就有一些最大的公司曾经出价过 当时的估值为500亿元 微软最终是输给了包括沃尔玛以及软件巨头甲骨文在链的团队 而如今TikTok覆盖的范围还有它的广告收入都已经显著的增加很多了 研究公司MRKeter则是预估TikTok今年从美国的广告收入将会达到86.6亿元 而在2020年时是还不到10亿元的 最新的报道也表明了TikTok是持续面临着挑战 尤其是在美国市场当中 TikTok的首席执行官周寿姿在美国国会听证会时强调 TikTok是致力于用户数据的安全还有青少年的保护 同时也是保持着平台的自由表达原则 尽管如此美国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已经推出了数据法Data Act 拧售与总统禁用包括TikTok在内的外国APP的权利 此举也标志着美国确定会对TikTok启动新一轮的制裁 除此之外欧盟美国加拿大也相继的宣布了在政府的设备上面封禁TikTok TikTok在广告变现上面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由于平台内容限制很多创作者发现是难以通过传统的广告模式来赚钱 尽管TikTok是试图通过了推出还有创作者分享广告收入的广告产品TikTok Pulse 来改善创作者的变现问题 不过TikTok Pulse的影响力还有效果仍然是有待观察当中 另外一方面尽管TikTok的电商潜力被高度的评价 不过在欧美市场直播带货它的进度还有推进仍然是显得缓慢的 电商变现依然是存在的挑战 英国的有一些博主因为带货效果不佳已经退出了与TikTok的直播合作 然而在东南亚尽管电商的业务推得比较好 不过低客单价还有就是市场的特定性 也使得这个即使是拥有百万粉丝的KOL 也难以通过TikTok来带货赚取大钱 整理而言TikTok正处于全球化的刀尖之上 面对的政治法律还有市场变现等等多方面的挑战 尽管平台仍然享有庞大的用户基础还有强大的社区影响力 不过如何能够在保障数据安全符合地区法律法规的同时 持续地提供着有吸引力的创作者来激励 还有这些变现的渠道将会是TikTok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这个数字化时代的舞台上 TikTok无疑是最会跳舞的那一个 不过似乎舞台下的观众们对他的表演有着复杂的情感 从政治角度上面的剑拔怒张到广告变现的头疼问题 再到了电商带货的喜悠参半 TikTok的故事充满了高低起伏还有未知的挑战 我们的数字舞者正在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的挑战 努力在全球化的刀尖上跳出自己的舞蹈 那么亲爱的观众们你们又是怎么看了呢 TikTok的这一场精彩又有点紧张的表演 是不是也让你们想要越越遇事想要加入这一场舞会呢 还是你们认为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热潮 最终都会被下一个亮眼的星星而取代 又或者是有其他的见解或是趣味的点子要分享呢 赶快一起加入我们的讨论吧 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一场社交媒体节的大戏 看看TikTok能否在变化莫测的风云当中 继续舞出自己的天地